Willi 贏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 Appoost 教育系負責人 我是阿里莎 大家今天很高興來這邊 Appoost 一直都很關注 居立幣的所有的活動 因為我們知道有一群很聰明 又很熱心的人 然後他們很會發現生活中的一些問題 然後還用工作之餘的時間 去把這些問題開發出解決方法 然後變成一個專案 所以身為一個科技剩創公司的加速器 或是一直都是居立幣的合作夥伴 然後強行贊助著 那藉由這樣子表達我們小小的心意 希望可以鼓舞到更多厲害的人 然後注意到更多就是使用者的問題 然後開發出很酷的解決方案 解決更多人的問題 那這邊工商時間理想 就是APORS在11月26號的時候 我們會舉辦APORS加速719屆的Limo Day 這一次我們會有20個來自台灣跟各地 新創團隊上台發表他們的產品 所以今天也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想要找一些靈感 想要知道其他的科技新創在做什麼 然後或者是你有興趣加入新創團隊 7月26號歡迎到台北萬豪酒店 然後來看看大家都在做什麼 另外呢就是我們現在也還在招募 第20屆的加速器新創團隊 所以如果剛好你身為一個開發者 手邊有一些專案正在執行 然後你覺得有可能需要幫助幫忙 讓你加速一下 然後想要認識其他的創業者 我們到12月中之前都還在開放升級 那活動這個program會在明天3月到7月 所以不只是你如果說你身邊有認識朋友 他們在做startup 他們有一些idee想把它發展成一個公司 一個一個完整的產品 那歡迎可以討論一下 那今天我也很期待可以聽到就是 有五個團隊今天即將會發表他們的成果 那待會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如果有問題的話都可以找我 或者是我同事 Joy他是AppWords的Huntline Community Manager 歡迎大家等一下可以聊聊 謝謝 謝謝副公司的Lisa 那再來下一個我們歡迎 中華電信的CSR科的科長 所有在座GDV的所有的夥伴大家好 那中華電信很榮 榮幸的能夠長期參與 這樣可以GDV的活動 那中華電信雖然是一家一定事業 但是我們對於一些的企業的社會責任呢 我們也是不以利的在推動 那我們從地點看到GDV 這邊很多開發的一個新的案子呢 在我們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上面呢 尤其是我們最近在做一個這個SDG的接軌 這方面呢可以有他的幫助 譬如說剛才我看到一個 國家保障一個查詢的一個系統呢 那這個部份呢 因為任何一個企業 他在從事企業社會責任的時候 他就是希望能夠將你公司的資源 能夠跟外面的資源結合在一起 那像這個國家保障的資源呢 這個部份除了把資料掃出來之外呢 還要用OCR去做電資 那這個部份可能就是需要很多的資工 那中華電信呢 就會剩下百年企業了 所以我們除了我們賽子連動企業之外呢 我們有更多的推出同仁 譬如說我們站的同仁是兩萬一千元 我們推出一個同仁 問題也只有比方八千元 所以我們推出同仁呢 還有很多都是身體蠻健康的 他們也願意來從事企業同仁活動 所以在這裡我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中華電信除了來贊助這個活動之外呢 我們從今年開始 我們也在辦中華電信第一屆的 一個時候活動 最後祝今天的同仁們也滿處理 謝謝 謝謝各位 好 那再來我們要頒發一個 那些頒發是加碼獎 我們這邊也有一個頒發的 新院選工程頒發的加碼獎 頒發給大和小希希入宮 他的小希希這個團隊 要中間 謝謝 我們去年做了那個 希望救水路 也就是在法座的野心 希望能夠採取 我們必要有一個木床溝 然後因為有非常多的野生 都沒有辦法靠近原本西床的樣貌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可以自由的摄取 他們的水分還有衛生 或者是那個小魚也沒有辦法靠靠上流 那個神神話裡不見了 那我們 報道之後 訓言已經成功拆除了幾座橋樑 不必要的水泥溝 所以我們非常 我們非常高興看到 有 你們可以繼續肩膀 然後才高興 讓更多的人開層 參與可以去建立更多不必要的工程 然後看到我們的前瞻 計畫到你前生化到哪裡去 不要再讀海水 我們的溪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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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鬧 好 拍到嗎 拍到嗎 好,那接下來就跟各位介紹一下這次五個候獎提案 請資料申請小包手的夥伴人可以上台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資料申請小包手 資料申請小包手主要是想要幫助 就是讓大家了解到在申請開放資料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傷害的問題 那怎麼樣能夠更容易要申請到開放資料 競爲更好 策略中工資料申請小包手 資料申請小包手主要就是想要透過資料申請小包主要 現在可能是不知道要讓大家有一個參考研定 就是給政府單位有一個參考桌 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這套聲音小方審 首先先謝謝 非常感謝這個公民特技獎金的支持 然後還有工作人員一路以來的協助 那我們這套聲音小方審的團隊其實是來自 各行各業 那我們一個共同的經驗就是 我們像政府要資料但是要不到 而且礦物費時 所以整個計劃當時的發展就是希望說 怎麼樣可以讓大家更輕鬆的 更有效率的去申請政府的資料 那這個是剛才讓您說的 就是我們國家其實有一個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那裡面其實是可以跟政府要資料的 但是它是隱藏版 不太好找 然後它其實就是被放在這個叫做 這個互動專區 在這個地方底下的這個我想要更多 那進去之後呢 看到它底下有個新增的按鈕 按下去呢你就可以跟政府講說 你覺得什麼樣的資料 政府還沒有開放出來 是不是應該要開放一下 例如說近期的這個南方澳的這個斷橋的事件 大家可能會開始想說 那我今天我每天走過的橋是不是安全 那你就可以到這個我想要資料的這個平台上面 要求這個政府把全國的橋樑檢測的資料把它開放出來 那在這個平台 在這個平台上呢 它的申請的過程是全程公開的 那這個包括官方的回覆啊 就是它不只是回覆給你 所有外界都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公開透明呢 其實對機關來講 是某一種監督的一個壓力 但是呢壓力歸壓力 那我們看到呢 現在在這個民眾申請資料的這個平台上 有幾種發生幾種問題 就是有大概一成五的這個比例 你申請的資料 但是政府機關就是已讀不回 然後或者是 其實有五成的民眾申請資料 政府機關是拒絕開放的 那或者是他說 因為什麼樣什麼樣原因不能開放 但是他寫了 那又看得似懂非懂 那在有一些情況下呢 政府同意提供這個資料 但是什麼時候要提供 然後他提供在哪裡 也沒有告訴大家 所以我們的這個計畫 是從兩個地方 兩個部分呢 想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呢 就是透過這個 跟機關的遊說 希望從公布端來改善他們的管理流程 那另外呢 就是設法呢 想去讓民眾可以更方便 有效審請資料的一個方法 那首先呢 就公布門的這個遊說的部分 我們就是透過 透過徵詢呢 後訪談還有工作方 然後去了解大家的一個期待 那去認為說公布門他在處理 民眾資料申請的時候 他其實需要具備幾個最基本的一個要素 就是說今天他到底認為這個資料 是否應該要開放 那他這個資料目前的現況是什麼 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那他規劃這個問題應該要如何解決 那以及他後面解決的境況是什麼 要讓大家知道 然後我們再從那個基本要素裡面 去延伸出這個公布門 他回復民眾資料申請的一個途徑 例如說這個綠色的部分 就是他同意要開放的 那他今天如果同意開放的話 他應該要提供這個 他什麼 他告訴你說 他什麼時候會提供 而且並且要提供連結 那紅色的部分呢 就是大家有沒有說 他現在無法開放 那他要清楚的告訴原因 那橘色的部分呢 其實也非常經常遇到 就是說他需要 還需要再做討論 那他就必須要告訴大家說 今天他需要多少時間來演繹 然後演繹之後的結果 也要告訴這個申請者 那我們在裡面呢 看到政府機關大概是有 以下這將近三十 三十種原因 他會說 我們今天不能夠開放這個資料給你 例如說 今天他其實就是沒有收集這個資料 或者是他今天有資料 但是資料可能不全 或是資料也是不加 他會擔心 然後或者是這個資料 那本身呢其實有一些法規上的限制 像是他有各自的問題 有營業經歷的問題 所以他不能夠公開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 在我想要更多平台上面 所有民眾的申請都一一 根據剛才的那些分析 一一做了一個標籍 那我們去參加今年度的 那個總統背黑客送 然後去確立跟公務門 有一個正式的那個合作的管道 然後就是我們跟這個 開放資料的主管 待會兒就是國發會 然後討論出的一個 就是算是雙方合議的一個標籍的架構 那目前呢就是國發會已經在跟廠商 就是做一個改版的計畫 那他們預計會是在明年一月的時候 把我們剛才的那個 討論的那個標籍的系統 導入他們的平台上 那他們可以藉由呢就是上面的那個標籍系統 對所有的業務機關做一個追蹤的那個程序這樣 那所以在跟公務門這個管理流程改善之後 大概我們剛才知道會遇到的幾個問題 大概大部分可以獲得一定的環節 那剩下的呢就是 但是政府仍然就是拒絕提供資料給你們 要怎麼辦 這個還是一個就是最棘手的問題 那我們同樣呢就是透過一些 徵徵公務員徵徵民間團體 然後大家的期待 大家的經驗需求是什麼 然後從標記裡面做一些分析 然後去了解說 對公務員跟民間團體來講 大家認為資料應該開放的那些經驗法則 他們平庫上的那個經驗法則是什麼 那我們會我們把這些經驗法則呢 就放在我們的網站上 然後裡面呢 基劇這個我要申請的部分 就會我們會提供四個 就是在申請資料的時候 可以把它加分的 那我們就是 來看一下例如說 我們今天如果關注這個交通事務的資料 那就可以先填寫你想要的資料跟那個欄位 然後我們就會進入這四個關卡 譬如說第一關呢就是 政府其實他應該要優先盤點跟開放的資料 其實有這幾個類別 就是政府在那個 那個開放資料的進階方案裡面 我們把它簡化過後 那大家就可以在上面呢 選擇跟你所想要申請的資料 符合的一些價值 我們可以說跟公共利益 或是跟經濟發展或是跟政府透明有關係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勾選起來 然後另外一個 對公務員來講 其實他們最在意的就是 你今天要申請這個資料 是不是跟他們的施政有相關 那也可以就是勾選這個相關的部分 然後就是政府應該要依法公開的項目 如果是這幾種的話 你申請的資料開放的機率就非常的高 然後我們就會在這個網站上 就是幫大家把這個 剛才所勾選的資料把它集結成一篇文章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個網站 先就是複製貼上這樣 然後我們之後也跟國發會再討論說 是不是可以直接和這個小幫手的網站做間接 那最後就是這網站其他的功能區塊 那我們應該是在之後會慢慢的增加 那之後我們會希望說可以舉辦這個 一日的資料申請小幫手這樣的活動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資料需求 或者是在當月大家有一些比較關注的主題 大家可以一起聚在一起 然後去研究現在政府哪些資料還沒有開放 應該要把它補起來 然後我們有就是臉書的證管 然後以及一日資料申請小幫手的粉絲一頁 然後歡迎大家繼續關注 讓我們正式更開放後裏 謝謝大家